尝了好久的老婆饼,今天就安排上 这个外皮是真的超级酥脆 内馅也不会爆,不会露 现在做水油皮 把屏幕上的食材全部加在盆中 揉成团 再揉光滑 油足面团搓均匀 密封冷藏备用 再来做内馅 内锅里加入清水,白糖,盐 煮开之后加入手粉 或者是熟弄米粉,快速拌成团 盛出来趁热加入黄油揉均匀 再加入叶蓉和手指纹揉均匀 分成25克左右的小剂子备用 把水油皮和油酥面团 分别分成19克和12克的小剂子 滚圆 密封备用 先从第一个开始包 一个水油皮包上一个油酥面团 封好接口 全部包好,密封 再从第一个包好的开始 稍微按扁一点 上擀一下,下擀一下,卷起来 记得第二次擀卷 参考视频的手法,全部擀卷好 放在保鲜盒,密封冷藏30分钟左右 取一个面筋,两头折回来 整理成圆饼,擀薄 包上一个内馅,包起来就可以了 按扁一点 再擀长一点,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摆放在烤盘上面,刷上蛋黄叶 撒上白芝麻 用锋利的刀划上三道口子,要划深一点 放进绕好的烤箱,上下火170度,20分钟左右 老婆饼就可以吃到嘴里了 我做了低汤版本的酥脆吊渣,那些清甜不腻 吃第一个的时候没啥味道 但是之后就会越吃越好吃 你们也去试试吧